這張圖是最有名的 當時因為318學運很激烈的反應裡面 所以這張圖因為有很多的民眾 他受到了比較激烈的違安的暴力對待 所以大家都在找這個警察到底是誰 這件事情至今大家的印象很深刻 所以就有網友他認為他判斷他找到了 我們再看下一張 他就說這個人叫做圖興安 圖興安 然後呢對他有所批評 後來呢我們的警方有幫他澄清 他也開記者會說不是他 但是現在也不知道是誰 找不出來 那沒關係 結果呢圖興安因為你們也幫他澄清了 那就好了 不是他他就沒有所謂的法律責任 沒有所謂要承擔這樣的一個罵名 這下好了這位老兄啊 他開始怎麼做 開始全台灣到處去告人 他告人說啊 你們竟然把不是我這個圖興安的說是那個壞警察 所以呢他就到處去告人 連單純分享的連上面還去打巴打問號說 到底是這個人嗎的每一個人都告 刑事告完告民事 刑事不起訴在意 總共啊根據我的調查跟查證 告了一百多個 一百多個呢幾乎沒有起訴的喔 因為檢察官都在補起訴書裡面講得很清楚 他說第一個已經都已經警方都幫他澄清了嘛 就不是他 第二個所有即便是他就講喔即便是那個製作的人 在當時那樣的風起雲湧的事件裡面 都有可受公平的自由 你知道嗎就寫得很難聽的那個人 檢察官都認為他不應該有所謂的匪放罪的問題 更何況被他告的每一個人都不是那個人 都是在臉書上按分享的 PTT裡面按分享的 那樣的那個人 結果至今跑不完 全國各地都告 欸這位仁兄很妙了 還可以從中正義分局 調回到我下去的林雅分局 他都親自出庭喔 親自出庭喔 每一個人都要他賠償他三個月的薪水 二十四萬五千多 包括他請教的錢都要算在這個網友身上 這一百多個都是 經過不堪其擾我私下的調查 已經很多人都跟他和解了 一個人24萬 十個人220萬 一百個人2400多萬 他有在上班嗎 一百多個人 刑事告完告民事 民事告完在意 一年365天 他是不是三百公里出庭啊 這個是不是就是剛才林書芬委員 以及很多的委員一直在強調 極憂法是一個 保障民主 讓多元生意可以呈現的法律 所以他很激烈的認為要廢除 當然我不認同 我認為改報備 但那個報備要真正的報備 而不是變成的還是假監控 但是你要知道 大家對極有法的憤怒 其實以及對警方的不諒解 就是來自於像這種警員的行為 可是我認為 警方不應該再背這種黑鍋 不應該再有這樣的思維 應該要把決定權就還給地方政府 讓他們扛起責任 讓警方跟民眾不再是公親並屬住 變成衝突的兩兆 318裡面本來就是馬英九總統跟當時的行政院長下令的 結果變成是警民衝突 變成是警方揹這個黑鍋 所以我要講的是最後的結論 我要請教書長或部長 這個事件我們尊重他的告訴權利 這是他的權利 但是我們要提醒他跟警方 社會觀瞻 請他們了解 不要再強化跟加深人民對於警方的 在集會有刑法這個裡面 的那樣的一種不好的感受 請回答 這個 剛剛據趙委員講的 他現在已經調到高雄市去了 對 會不會請高雄市的同仁注意一下這個狀況 請注意的不只是那個粗情狀 因為他的自由 他如果想要請假 但是就注意他到底有沒有在維護治安 我要講的是更上位的概念 極優法這個事情在待會要討論的 其實無非也就是在於心態上 這種利用極優法所賦予的情況 追殺到底 然後造成民眾的恐懼 言論自由的限縮 那才是大哉問 好不好請做了解 謝謝